霍建华靠在内鱼混成一线大红大紫 但如今却用一种神隐的方式 从内鱼近乎隐退 你几乎在内鱼的新闻上对他已经查无此人 很多不明所以的人把这一切都怪到林心如的头上 但事实的真相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苦衷 他如果继续在圈内混下去 难保不出什么大问题 他出生的环境导致他从小就无法活泼起来 只能严肃滤己 爷爷那辈就在海南当法院院长 父母两人也都在法务部门就职 哥哥则是一名警察 这样的夹缝让他必须老实点 稍微出点乱子就要被苛责 更糟糕的是 父母老早就分道扬镳离异 哪边都不照顾他 扔他一个人在爷爷那里 对父母不亲 对爷爷又不敢轻举妄动 他童年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但越封闭越让他骨子里想要玩叛逆 进入中学后 霍建华对于读书那是一窍不通 他打心底厌恶读书 成才这件事 似乎因为家里人都是所谓的高知 他更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不学习 家里一群法人 他也不敢学坏 于是霍建华只能往其他方面去努力 他开始积极参与多人运动 比如打篮球 通过帅气的身姿流淌的汗水 吸引女生的注意力 中学他是男女分班制 男生一窝 女生一窝 互不打脚 但这丝毫不影响大眼帅哥霍建华找女友 因为篮球场上的帅气被一个女生喜欢上了 初恋女友跟他不一样 是个乖乖女 成绩经常是名列前茅 是个实打实的学霸 女友一开始很喜欢他爱运动 又不爱学习的学渣样子 于是恋爱谈得美滋滋的 但谈了三年后 面临着升学 马上认为霍建华没有前途 女生父母也是如此 于是初恋以他无法胜任未来女婿而高中 这件事对青春期的霍建华是个重大的打击 因为在家里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学渣 嫌少的家庭教育 也是希望他跟随家人的脚步 走上公务员道路 但因为从小感受不到这些法人亲人的爱 他并不想跟随他们 如今被女友嫌弃以后没出息 他更想证明不考大学 自己也能混得不差 然而接下来一连串的人生暴击却接踵而至 因为成绩太差 当学霸前女友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只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随后18岁必须服兵役 迷茫的他混进部队 但此时他性格已经极度扭曲 本事不大 自尊心却极强 于是训练没多久 就跟军官差点干架 而最让他不想看到的场面是 最后是他的警察哥哥过来摆平一切 这是他唯一一次动用家里的关系 让他咬牙切齿的难忘 从这时起 他想要向家里证明 自己不跟随他们 也完全能成才的那种心理 更强烈 一服完兵役 因自觉自己长相不错 他一头扎进娱乐圈开始闯荡 然而没想到 他的起步不是先当明星 而是先当起了伺候明星的人 在一家传播公司里 他从主持人曾国成助理开始做起 整天的工作就是跟着通告到处转 给人端茶送水 点头哈腰 做好一切服务 这段时间 彻底让他的自尊放在了地上被踩 而他之所以能忍 那是因为他真的很想证明给家里人看 自己选择的路没有错 但一开始 霍建华根本没想当演员 他更想用自己的歌喉来征服观众 所以端茶送水的那段时间 他就像握心肠胆一样的想的是 迟早他会成为大红歌手 所以2002年 正是服完兵役的他 马上寻找一盏歌喉的机会 其实如果他坚定奔着歌坛去 那估计这辈子都没戏了 幸运的是 一部叫做摘星的戏 看中了他的外形条件 让他出演男主 他是一个新人 根本没想过要当演员 他最关心的是 能不能一盏歌喉 我可以演 但主题曲片尾曲或者插曲什么的 交给我好不好 他心里打着盘算 导演一看这小子好像醉翁之意 不再久啊 但最终看在他长得帅的面子上 还是准了他唱 而他似乎也看在导演让他唱歌的份上 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 结果是他因为这部戏 有一些人开始认识他 但他好像没有很高兴 因为他根本没有卖力去演戏 最卖力的是他唱的那几首歌 然而根本就没有红 也没有唱片公司找得出专辑 对于那个时候的歌坛来说 他的歌喉根本不是周杰伦正在涌现的时代所需 霍建华于是想着 那只有继续演戏 然后从导演那里蹭唱歌的机会 固执的他认为 或许他迟早会因为唱的某一首主题曲而大红起来 正好这时候他接到海豚湾恋人的邀请 但是他最关心的是 演这戏能唱歌吗 结果这部戏不仅没歌唱 他也不是主角 而许绍阳和张绍涵不仅是男女主 还有歌唱 他一听都想气眼了 不能唱歌的戏有什么好演的 但接着了解到他演的男配钟小刚 是一个很有艺术感 很有才华的男人 更与一个天后级的歌手热恋 跟唱歌扯上关系后 哎 这个人设瞬间有点对他的胃口了 于是他勉为其难 在没有歌唱的情况下 演了这部戏 结果 他红了 但不管红不红 霍建华马上又接新戏 他似乎就是要接到可以一盏歌喉一炮而红的戏 然后在2003年一整年 他连续拍了整整七部偶像剧 有的人还给他弄了一个无人能打破的连拍记录 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 这七部电视剧竟然一首歌都没让他唱 真是过分 他简直气得想要立刻推出娱乐圈 只不过他退出的是台语 然后奔向内宇来 他想到的是 内宇总该有我唱歌的一席之地吧 2004年 他接拍天下第一 饰演密探归海一刀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在这部戏里连唱两首歌 一首是主题曲 你的第一 还有一首插曲 那时候 因为这部戏 他打响了闯荡内宇的第一炮 堪称开门红 而他似乎也铁了心地混内宇 不鸟台鱼了 因为这里演戏还有歌唱 他要在内宇实现自己的歌星梦 但他发现内宇根本就是 先让他尝点甜头 把他骗过来 然后 他演的多部作品 都只演不给唱 经年累月 他逐渐失去了经验歌坛的野心 他的演员地位 倒是无心插柳 柳承音 在内宇渐渐崛起 而他演的《地下铁》 则是他对林心如心生爱意的一部戏 不过当时他非常不自信 因为林心如比他大牌 他不敢轻举妄动 生怕最后被拒绝 连朋友都没得做 为什么他会这样 其实这是他心里难以解开的一个症结 他虽然事业开始顺风顺水 有大火的势头 但他同时也发现 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 他的社交能力是极其糟糕的 他也不想去社交 但社交在娱乐圈却是不可避免的 他的情绪非常容易失控 但他不敢让自己失控 所以他尽量少说话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张脸 太容易被情绪带动 说错话 于是尽管在娱乐圈 但他依然呈现出一种 跟谁都不熟的孤独感 所以屋顶上的绿宝石这种戏 才会找上他 因为他那种孤独的气质 太适合演跟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了 然而演戏归演戏 这种状态的霍建华 待在娱乐圈 对他来说却是极大的煎熬 一直到他拍《仙剑奇侠转三》 与胡歌等人结下深厚友谊 他在娱乐圈的煎熬感 才得到巨大的缓解 在以前的剧组里 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放松 只知道演戏就好 不敢与其他人有任何戏外的延续 但《仙剑》不一样 直到今天 他仍能和胡歌 刘诗诗 杨密等人做好朋友 他跟这群人可以说 是他最放得开的关系 而他能放得最开的关系就是 能与对方开点玩笑 正好胡歌他们跟他 就达到了这种关系 尽管他依然还是会有所保留 不会完全全身心地释放自己 他之所以能在娱乐圈待这么久 跟仙剑这群人有很大关系 如果没有遇到胡歌他们 或且花隐退的时间 就会大大提前 因为胡歌他们对他的意义 就像他在内娱唯一的熟人 和以前一个熟人都没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在这里找到朋友了 所以2009年拍完仙剑后 他又继续留下来拍了几部戏 基本上可以说是放开去拍 这使得他得以留下战长沙等不错的好剧 算是为他隐退做了最后的铺垫 但他真的想逃了 从出道至今 他连微博等账号都没有 因为他对于外界的每一句话都会往心里去 而这是他最害怕的 杨幂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他不敢开微博等社交账号 就是怕别人对他的评论 他没有反驳 因为这就是真实的霍建华 一个内心对自己早就有偶像包袱的人 他做自己心中的偶像已久 但那个偶像经不起外界的一点点的风浪摧残 因为不堪一击 因为他从小就习惯了孤独 而他的孤独又是孤独给别人看的 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 他玩得比谁都嗨 笑得比谁都大声 但他家庭的环境 让他内心总想证明点什么 给家人看 自己不是个废物 于是硬着头皮进娱乐圈 一直走到今天 他就像一个跟家里赌气的孤僻小孩 然后在外面找个地方证明自己有价值 找着找着实现价值了 能目的达到就该离去了 嫁给林心如后 身为人夫的他 隐退的意愿在身上更加强烈 这在很多人眼里却认为都怪林心如 把霍建华的前途给霍霍了 其实不然 因为霍建华跟林心如是一类人 他跟林心如一样 社交能力不强 具体表现在情商不高 一旦任由自己情绪来 那绝对是在娱乐圈天天捅楼子的主 只不过这一点 霍建华在进圈后做得比林心如克制一点 林心如则暴露了好几次 如尔康吻戏事件 但其实霍建华的克制能力并不强大 他其实要是继续在圈内混下去 迟早会迎来破防时刻 而那一定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霍建华的性格导致他自我的一面 强于处世一面 他骨子里有很多特立独行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暴露给大家看 一旦他这么肆无忌惮 肯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 他本就是一个表面冰冷 但内心极其狂放的人 而狂放的一面 他必须在无人的条件下 才会选择放出来 所以平时大家在屏幕上的所见 并非是真实的霍建华 而真实的他 很可能不会讨人喜欢 甚至会遭来反感 不过入行近20年的霍建华 这个时候选择隐退 其实也是明智之举 他最好不要暴露自己 不为人知的这一面 那么离开就是最好的选择 消炭需要的消炭